1888年,美国人菲尔发明了电动柱子机 而能适用于汉字国字铸造的机型 则是由日本人改良作美国人汤姆生所设计的 汤姆生型电动柱子机 在台湾,多是属于这种由日本人所改良制造的机准 在柱子过程中,需注意铅原料是否不够 即容铅杆面是否有过多的铅杆渣而能以适时清除 此外,温度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需让轻调温度维持在摄氏300到350度的高温中 虽然说电动柱子机已经是较为进步的基准了 但在柱子时依然需要摄氏调整 让机器保持在最佳状态中,才能确保助出品质良好的字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